那个大家好 我是王尹 非常这个开心的跟大家呢又见面了 可能大家从我放在这个背景上呢 你们也可能意识到了 没错 因为这个美国的另一个传统的节日啊 在这个这个周末呢就要举行 他呢就是每年一度的这个万圣节 英语叫做这个Halloween 于是呢 我们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到11月的早期呢 我们除了做正常的节目呢 也会带大家呢看一些呢 就是纽约市景点中 跟万圣节和这个鬼故事有关系的地方 今天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也是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在此呢 我首先感谢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新老的观众 对于我这个频道的支持 以及呢关注 我们现在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们的这个频道呢 现在关注的人 订阅的人呢 是持续在增长 呃 我也非常感谢呢 各位来宾对我的关照 呃 另外呢 有的来宾说呢 说这个我的历史节目做的都很不错 他们也很喜欢看 呃 但是想呢 就是更想了解一下 就是我住的地区的这个 人文风俗是怎么样子的 大家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 因为我家呢 是住在这个纽约长岛 当然我们家不敢说我们家住在很富有的地方 但是我边上住的这些朋友呢 无论是就是这个什么族裔的吧 反正都是很多很成功的人 而且表现他们成功的一个最直接了当的 咱们说也是最前显易懂的方法 那就是他们显示他们的财富 所以说无论是感恩节 复活节 包括我们的新年和这个圣诞节 都是他们不会错过的这个时机来减 来展示他们的成功 所以呢 这个万圣节呢 也无不是例外 但是我跟大家讲 在美国一夜就能成功成为百万富翁的 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是通过他们长年的努力 受到高等的教育 再加上自己个人的运气好一点 所以说呢 也能呢实现的富裕的这个面目 另外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说呢 也有的朋友就是知道我的 就说说呢 看到那种关于纽约市的某些地区的那种 负面报道太多太多了 说难道你们纽约就是这么三万差不堪吗 我说每一个城市 不管是北京也好 还是就是说纽约也好 这种脏乱差的地方肯定都会有的 但是每一个城市 它都有高达上的地方 所以说呢 我的这个频道呢 是不会去拍那些 所谓的什么什么那种 你知道很那个什么的地方 我们要拍这个日常 就拍高端的 就拍好的 就拍优雅的这个社区 给大家来看 因为呢 我相信呢 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 我相信你们想看到的 都是高雅的 咱们说有文艺的 而不是那种粗俗下流的东西 好吧 那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到我的 家的附近周围呢 走一走 看看我的邻居呢 还有我们家呢 是怎么样去布置这个圣诞节的 对不起啊 这个万圣节的 今天带大家呢 就是到纽约长岛的这个 富人区的一个万圣节之旅 咱们先说好啊 这个图片是网上给大家找的 以便让大家知道呢 其实在这个 就是纽约的长岛的 就是富人区啊 真的坐这种大船什么的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真正有钱的人 或者这些成功人士 他玩出来的东西 绝对是我们能想象的 但是很难付诸与实施的 而对于他们来说呢 其实他们把这些摆出来 不仅仅是在炫耀个人的成功 同时呢 也是在为这个社区的高雅历 高雅和这种方面的文化 进行不予一例的 这种正能量的传播 好吧 咱们现在就到我家附近去 转一转啊 大家好啊 这个方便啊 我跟众说你们说 不录一个 一家 场合的一个视频啊 很简单 现在大家可以录影 到了下个礼拜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节目呢 就是做的 叫整个节目 每年一天一度的 十月三日以后的这个 发布会计 换成节 发布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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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家创造时间呢 现在有点 刚才已经完成了 这个 这方面的文化 但是 今天家里呢 不是说的 有一个共同 或者其他人的机会 还没完整呢 不理想办法 现在 出来到家呢 到 我朋友他们家呢 其他人 我们这块呢 有几家人呢 这个活动是十分十分 受伤的 比如像我们 撞上一家 这边就是 老庄他们家吧 不过老庄他们家 每年都是 每年都是 每年的 老庄他们家 都说什么生涯 那 老庄 老庄 和这个 化圣语 不是 我们先把 你 学藏 光的 但是 但是要讲大呢 你们看 在我记忆是好一点 啊 哈哈 啊 嗯 来遍 来遍 来 他们的 都市处判的 经验游戏 部分 半天算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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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遍 我们家 没得 能够 另外一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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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家或他先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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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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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是当时我因为刚从健身房回来 再加上走了两个小时的跑步机 然后呢我的私教呢又给我呢进行这种 就是说训练 所以说呢回到开车回到家的时候呢 这可能还有点不适应 所以说呢就喘得比较厉害 好吧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为止结束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王尹 我们在西瓜视频 比利比利和YouTube呢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频道 我们将会在下面的就是说几期节目中呢 一个呢一如既往的呢 跟大家分享的纽约市的这种景点历史知识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 做一些呢就是在这个纽约历史上非常惊悚 而且被传闻闹鬼的地方 好吧那我们下期再会 这一期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